星星熊卢雅娜 实战也太爽了吧 并且就颇有一种玩飞的飘逸感 我觉得完全是因为他的一技能 就会获得一个加速 并且在持续时间内飞眼走进 直接移动过去 并且可以站在墙体里攻击 同时还会召唤一个飞镖 帮助你打人 这妥妥就是一个新的三体人呀兄弟们 对了还有他的大招 一条火龙打过去 同时给敌人造成致盲效果 简单来说就是飞行类的所有攻击和技能 都会绕着你走 同时也会获得一个飞镖帮助你攻击 二技能呢就是让场上存得的飞镖 快速的刷刷刷刷刷刷的敌人 同时大招还会获得一个怒气值得重 就是当你攻击敌人 攒满怒气的时候 就会有一条火龙 控一下敌人 好吧光说大家可能感觉不到 看我直接操作一波 是不明显说孙侧大招没打到 不然你哭场子都给打没了 刚开始玩不太熟练 况且 他前期本来就不是射手的舒适区 且看我把正式做一做 结冻之间起飞 我正在清兵突然猜出两个人 直接就要置我于死地 没有道理啊 三线抖开致命攻击 回头大招致盲 叠个状态 再使用二技能让飞镖快速攻击 不停打出控制效果 最终 被拿下的 对我万分后悔 刚才要是带线的时候不交一技的 我这波能说啥 人真的 不信 我们就 时光倒流 相信大家也都看出来了 这是人机 我开了十多局 一局没选上新英雄 我都服了 这么受欢迎的话 不过有经验的 我这波显然就有一技能了 掀开大招致盲 并加个装 这时二技能打出多段伤害 积累怒气 让控制的次数就更多 更容易打出高额的伤害 最终 拿下 呃 双杀 不过我有加速 鬼骨子是跑不掉的 一技能的加速 让他的追击能力 面对有多段位移的英雄 也毫不逊色 他甚至还能大杀四方 不过就该死了 估计安放的 失灭呀 哇真的强心的呢 可惜这是国际服 拿来在郭服体验服测试的因素 具体就看官方后续 有没有想法 郭服的正式服上线的想法吧